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叮咛块啊 这个这是一个普通的叮咛 有人说可能会眼尖的 看到上面有一些丝状啊 这是棉签捅着 然后一落的 放这个呢 先让新的朋友有个适应过程 因为后面的就比较这个怎么说呢 重一点啊 呃 外道的叮咛 这个是被棉签整直接怼到里边 还好怼的不太多啊 顺便可以看一下正常的这个 这个骨膜 外道形态啊 它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啊 好 剩下是我们正式的今天的内容啊 中耳胆脂瘤的术后清理啊 两个病例啊 两个都是中耳胆脂瘤这个呢 是我自己啊 几年前做的一个病例啊 一个开放式的 呃 中耳的胆脂瘤啊 中耳的我们叫乳突根治吧 这个病例就是啊 我最早琢磨逼得我没办法啊 开始使用这个表花的这种操作啊 的那个病例 如果大家有眼识 经常看的话应该能够认出来啊 当时做的时候就已经是二次手术啊 第一次是在外地做的呃 外道后臂没有削的足够低 结果 这个有单指流的残余残存啊 二次修正 把这个外道彻底切除 外道后臂彻底切除 中耳乳突啊 跟外道打成一个啊 大的空腔 之前咱们说的这个粮食一厅啊 打成这个衣食一厅 这个有一个问题啊 虽然说铺了有筋膜 但是移植进去的这个筋膜没有字节的功能 另外对真菌的抵抗力极差 呃 中耳胆脂瘤术后啊 出现真菌感染的比普通的个人要高一点 而且 处理起来要更加的呃 棘手一点 因为这个空间范围太大 还不能冲洗啊 这种是不能使用冲洗的方式的 如果我们外耳道啊 正常就像第一个刚开始看的那个丁丁块的那种外耳道 啊 即便没有啊 常规的操作啊 这个已经是他在清理过程当中啊 真菌相对比较轻的时候了 之前最重的时候就外耳道里 这个 这以前不能说单纯的外耳道 外耳道和中耳的空间 全部被真菌块填满 就感觉一走路就要往外掉那种啊 满满蹬蹬的 就当时最早啊 采用涂药的方法 点这个抗真菌药水的方法都不行 后来突然想起来 干脆直接就把这个 所谓的宝赫视攻击的这个原 这个 构思就是那会来的 直接全部灌进去 这个一部分是树枪的夹皮啊 这个夹皮之上 有一些黄色的真菌菌丝啊 还好繁殖的比较 算是相对啊 不那么活跃的时期吧 缺少正常的皮肤的保护啊 缺少正常的皮肤的保护啊 然后脱落的干架 以及这个干架之上的一些少量的真菌的东西啊 清理完了以后 后面大坑啊 镜头起雾了 换信息啊 这种的话 它的不仅是中二的结构暴露了啊 在这种信息的清理下 大家对于前庭啊 之前前几集提过这个 前庭神经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词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它的半个管贴了就很近 包括这个 股市内侧的啊 一些靠近 像这些区域啊 跟我们的前庭的 器官离的都很近啊 所以不能做太过分的清理的 因为晕的受不了 一般这种情况 信息啊 抽吸的话 形成一个负压 刺激前庭引起的悬晕 之前还有一个病例啊 是直接用勾汁去挑的时候就已经晕了一塌糊涂 那个应该是有一个迷路漏啊 然后把软膏啊 完全打进去灌满 普通的咱们沃尔道啊 逆管这个药膏根本用不了太多啊 用一点 这个每次见见差不多半管药 空间太大了 嗯 所以这个东尔胆指流啊 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啊 把胆指流清理了 但是竖枪遗留后续的这个补救很麻烦 这个是第二个病例啊 这个是 啊 别的医院做的啊 但是一直后期在我这复查 它双耳都做了手术啊 有一个 一个老爷子啊 双侧耳的都做的 这侧做的模式跟我那个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也是这种定期需要清理夹皮 这种夹皮上也是有这种抗针 啊 也有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真菌的菌丝啊 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潮吧 最近几个过来复查的中腕 单身流手术以后的患者啊 外耳道里都有这种真菌的东西 平常的话 多数它就是个干架啊 专纯的黄色的 这个是它的左耳啊 现在它双侧耳都要靠注听器了 啊 后方 一个大坑 哎呀 这个今天报的我们 大乌鲁木齐啊 病例滑缓的还是在增 看来情况还挺复杂啊 希望早日能够好转吧 啊 北京这两天每天抱一个啊 而且是同一个家庭啊 啊 看看后期的情况 大脸好像还可以啊 大脸比乌鲁木齐的情况要清一些 这个是刚才那个老爷子的幼儿啊 右侧的耳朵 镜头总是会起雾啊 擦一点这种点幅啊 黄色的那个 他这一侧啊 对 去年头条不是有一个投票吗 当时为了拉票 连续放了好多次的这个视频 其中有一期就是这个老爷子 去年当时清理啊 他这个外耳道在这次手术的时候 前期手术的时候啊 切的不太理想 切的不够宽啊 只是切了一个槽 然后导致清理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记得去年那个拉票视频的时候 老崔把那个 好多磷散的拼成了一个整个的啊 就中间的黑屏全部截掉 对 有朋友问这个黑屏 能不能截 这个我现在还不会这个技术 因为黑屏它是中间很随机的啊 中间几秒之几秒 这个我还不太会截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什么自动的方法 手动的话截这个太慢了 有可能半夜也没做完 又起雾了 那我们的消毒液啊 这个偏凉 这个也是一样啊 在这个 竖枪的这种夹皮当上 上面啊 也有这种啊 真菌的东西 这个老爷子之前是没有的啊 清过好多次了 那这次都出现了这种 真菌的痕迹啊 要按照 传统的观念啊 应该再做一次手术 把这个腕刀后臂整个打开 但是一个老爷子岁数大了啊 第二个 因为我用内镜大部分都能给他清掉 所以他也不太愿意去做这个手术 因为这个位置如果用肉眼操作是极为困难 啊 二零二零年啊 大半年多一个月过去了啊 今年这半年啊 真是 嗯 头疼 骨膜是基本上处于一个塌陷的状态啊 好 这个后期也是一样啊 打腰的阶段咱们就省了 中耳单之流的术后清理啊 几种不同类型的啊 好 我们下个月啊 那就是下周再见 好 是 好 好 好